各位觀眾,歡迎收看2021年第一集的《股壇思見》 在我身邊有施詠青先生和施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上星期我們曾經談到施先生比例的投資 當時是四成一隻股票 新一年開始,一星期左右 恆指都開始突破 甚至有個別股票,二線股左右 其實升得非常厲害 施先生,你認為如何? 你覺得已經過早印證了你的看法 還是你認為會繼續上升? 基本上,我仍然是繼續上升 只是美元弱的因素 都會賴動香港股市上升 因為港元和美元掛鈎 如果以港元計價的股票 對很多其他貨幣,沒有跟著美元一起跌的地方 例如中國大陸、歐洲、東南亞國家 他們覺得港股是便宜的 人民幣最高的時候,過七算 現在有些人估計,向六賣進 甚至有人說,六也有機會守不住 如果這樣,那裏也有十幾個巴仙 如果升十幾個巴仙 就是股市,30萬元以上 所以先生,你認為近來的走勢,都是正常的 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另外,美國的情況 美國特朗普現在不單止要下台 可能引期未完,都被人均下台 特朗普的政策,證明被… 不是全部,都相當一部份 而且現在是,執政的人否定了 如果特朗普不能夠當選的話 證明他以前行的那套政策 政策是不受認同的 變成拜登上台,沒有理由再行的那套 他不想報特朗普後塵 所以我相信,拜登的政策上 與特朗普有一定的區別 從以前,我看見股市對特朗普政策的反應 其實很多時,都是相反的 特朗普說要打貿易戰 一出招,股市就倒閉了 他換黃一點的時候,股市就升了 所以現在看到,未必走完特朗普那套 特朗普那套,在他競選期間 其實比他競選前,更加不理性 即是出招頻頻 但是,是否為美國的利益呢 因為為了他,能夠更容易得到選票呢 我自己看,如果他下台之後 其實現在股市對他下台 都是採取歡迎的態度 即是他每預錯節,股市就升了 現在差不多揭曉 還有十多天 我相信,股市都會借這個環境、氣氛 都衝一夕 其實先生,剛才提到,美國頻頻出招 其中一件事,近來都制裁了幾多香港 或者叫國內公司,在香港上市 包括了三大電訊商 先提一提,其實浩德之前,估中過柳交索 會不會脫牌 但最後有少許是彈工手,又再脫牌 浩德,你怎樣看制裁對於中資股 在香港上市公司的表現 之前我提及的是,如果根據特朗普的行政命令 13959行政命令 在上兩個月、11月的時間出發 藉口就是要制裁解放軍相關企業 基本上,實際上可以涵蓋無限伸展 這件事,會在下星期一,即1月11日正式生效 在制裁名單上的公司 所有美國的個人、企業、券商 都不能夠幫助他們進行任何交易 當然,有緩衝期 下星期一開始就不能買 至於11月的時間,連賣出都不能夠 下星期一開始不准再賣 本身有的股票,可能需要賣出 在此首一號 這個名單,其實不斷擴張 我上星期有提及,根據合意的理解 文件細節上的理解 因為之前市場有少許不清楚 究竟開名出來的公司 究竟包括集團證,包括子公司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國內很多,尤其是國企相關 其實集團有很多公司 即是中國移動集團 香港上市那間,究竟算不算 之前,一般的法律理解 或者我個人的理解 其實財政部本身都是這樣寫的 寫得很清楚 本身在他們的網站裏面 有些FAQ問答 他釐清大家疑問的事情 在857條裏面 說得很清楚 所有被13959行政命令指名的公司 即使名字一樣,或者近似 而他的子公司都有機會被制裁 但他連股票號購物都很清楚 所以,我之前估計 其實樓業交易所在一開始去想這件事 因應這樣的理解 其實認為不需要將相關公司除牌 所以他們根據條文做事 當然,他一走出來說的時間 其實特朗普就不是很開心 是國家安全問題 我說他跟解放軍有關 你財政部知道什麼? 我是CIA查回來的 你不知道干預總統的決定? 真的,不可以再咬文著字 只是看文件 所以他再次釋法 他們都很喜歡釋法 剛剛出了864的解說 直接指名道姓,這三間公司都要制裁 這就是背景 實際上,對投資者有什麼影響? 譬如,我今天都收到我們 因為私基金有用摩根士丹利 作為我們的交易商 他都專門打電話來跟我們說 由下星期一開始 包括我們一些操作上,會有些變化 當然,已經榜上有名的幾間公司 我不可以買賣 甚至乎 不可以買日,賣出都要被人買賣 他連做一個facilitation都不行 基本上,不會牽涉當中 即是這些券商或投行 不可以參與與這些公司有關的任何交易 但美國有很多投資者 買了這些公司的股票 我初初以為不讓買日,都要被人賣出 下星期一開始,不能再買 但其實很多投資者已經在賣 即是股票,股票也很強 所以中熱動也很強 但其實他們的券商,不會再參與 即使你想買,可能他都不會幫你買 例如我們用電腦落盤 我們已經有的位置,在過渡期間 都要特事特辦 不可以透過電腦去交易 他們可能有方法幫助我們 即是要轉倉才能做到 人手操作 或者他就勸我們轉倉 當然,他就說可能1月20日會有些變 中移動那些公司 就說你可以把它轉成香港的股份 那些股份可以轉到香港 這就是解決了從美國上市 被搶賣 但問題是,美國的資金不再買得到 這個直接影響 可能大家不明白,是更加廣義 譬如說,盈富基金 香港盈富基金,大家都了解 基本上是追蹤恆辛指數 因為指數有中國移動 所以下星期一開始 所有美資或與美資相關的資金 都不可以再買入盈富基金 甚至乎,我剛才說 入面有也不可以 所以影響很大 其實影響很大 例如是一間強積金公司 我不記得有沒有美資 可能指數基金都不可以再買 甚至乎,都挺有趣 不過這個技術少少 因為我看得比較好 對於接下來的大市 所以,我有一些指數的期權 我們主要是各國指的期權 反映了我們,可能接下來看好 Morgan Stanley也跟我說 下星期開始 由於中移動制裁名單上高 是屬於指數 所謂的index options 指數的期權 是下星期一 都不能夠透過他們買賣 你買了那些,可否在其他地方買賣 我可能要在中原證券裡做 要轉倉 因為他們是美資公司 不是影響不到其他公司 只是影響美資公司 第一,就是要聽美國所謂的資金 或者交易商 我自己看,現在剛剛公佈消息 那些害怕的人當然要離開 所以這段時間是恐懼的 不非特說人家恐懼的時候 要貪婪一些 我自己看,譬如我沒有每次看 中移動,我看現在的價錢 太息是很高的 因為中移動的生意在大陸為主 美國對它這些制裁 只是影響它的股價 不會影響它的業務太多 所以如果你說買來收息 好過買很多債券 起碼在這一刻,就比較多人沽 人家沽的時候 如果是反正都會買債券 收下一些固定收入 這些其實都不怕 先生,除了這種逆向思維之外 剛才浩德都提到 1月20日很多變數 就是新總統上場會覺得 這些制裁很複雜 或者對美國其實未必有利 會取消它,你認為機會大不大? 機會大不大? 我相信拜登會全面考慮 但不是最迫切要做的事情 他可能過一段時間 在適當地解釋自己的政策 作了一定的評估之後 有一些是會修正的 有一些事情,你打別人一拳 別人會痛 那就繼續打 如果你打他 原來別人不知穿了什麼規格 打到手都痛 對自己是沒有好處的 我相信有一部分的政策 是會重新考慮的 真正有效可以制裁到中國 他可能會繼續 但原來自己都很傷 現在美國的經濟不太好 現在美國的經濟不太好 如果這樣做 其實對美國的金融市場影響很大 美國是想做世界金融中心 紐倫堡、紐約是很重要的金融中心 現在全世界經濟動力最大就是中國 最多新公司上市 也是中國 最受投資者歡迎的公司 也是中國 美國紐約不做這些事情 紐約的地位便下降 所以他不可以隨便做 做了一棍勾死你 以後中共玩完 會跪低以後聽你說的 我自己怕出現的情況是什麼 他本來想著 中共自己的想法 你這樣打我 我最多大不了內循環算數 現在中國是否只剩下內循環 又不像 中國的外循環依然存在 中國的貿易沒有少到 中國的資金流動沒有少到 最後如果得出的結果 就是中國依然有外循環 不過外循環不兜去美國 美國不讓它兜 變成中國外循環在東盟、歐盟、非洲等 美國自己割來自己 未必有好處 所以他要看做完之後 達到目的的事情去做 做完之後 沒那麼快達到目的 還傷害自己 可能他要準備好之後才做 美國未準備好之前 他不可以什麼都做完 我自己覺得美國出招太頻 出手太重 坐大地,有副好牌 沒理由一開始就打完 他打完地獎 我怕他打完地獎 人家都未輸 最後被人結牌 所以施先生,你認為推測需要一些時間 浩德,下星期就是,基金方面有什麼部署 你會不會擔心市場在這麼旺的情況下,有些冷水淋進去 我想那盤冷水,已經淋了下來 不過,以我們現在的勢頭,其實都不錯 對港股影響比較大,暫時A股制裁名單,有部份都有影響 不過,牽涉範圍,沒有那麼廣 其實港股是比較厲害,除了已經知道三彈電訊商之外 他們也有說,會不會將騰訊、阿里巴巴都加進去 這部份投資者,其實都是有戒心 所以,大家都是有一點想沽,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 大市也不太差 所以,我認為今年的開局,不太差底下,能夠好一點 至於,當整件事,現在產生了一些技術性的股壓 例如,剛才阿施先生提及過 只是讓人,少了一部份投資者可以買 因為美資相關低 其實很多公司的價值,沒有影響 所以,都有些機會 例如,我舉個私基金實際的例子 剛才阿施先生說中移動,我們暫時還未有 例如,中芯國際,其實有類似情況 榜上有名的,寫明中芯國際,因為做芯片 不可以買賣 之前的股壓是非常厲害的 以及市場資訊都知道 美資股的勢頭比較明顯 但當沽了七七八八的時間 亦有很多資金開始買回 當然,一些被限制的美資不可以 但我們看到,本地資金、國內資金 都能夠充分有餘地填補,缺少了美國投資者 可能到最後,大家發覺,美國投資者虧欠了 因為他們被迫沽,低價錢沽沽 其他投資者,就能夠低價接貨 而股價又彈得上去 其實,可能這件事 出現了施生國的情況 可能低價有機會買回 他們就很慘了 因為他們都很介意,賺錢是其中一個大研究 我想最後,可能繞個圈,就是買回 美國自己不可以買 資金有很多途徑可以走 走到新加坡,換了其他東西買回 如果美資在香港,股市佔比例大不大 會否短期真的會有些衝擊出現 以我大約的理解,美資佔香港的交易 可能有近三成 大約本土資金,現在是三成左右 國內透過北水來香港參與,可能有成兩三成 國外的資金都重要,可能四成左右 但當中,大家都知道 始終美國是一個很重要的 金融市場外的資金來源 他們走了,短線當然有影響 但反彈力度都很高 會否有些不讓他買,他就走去買其他未給 他可能怕我買完,他又有限 他不知道龍門下一次怎樣搬 他搬得很快,所以都猜不到 可能一般我們基本經理看的時間 你可以從條文去常識理解 不過現在條文每天都可以改 其實再分析的意義都不大 看看怎樣改 不過大家都有一個下想 第一,沽壓基本上明顯出現的 尤其是被人點了名字上榜的 其實這幾天已經開始 相關影響已經反映了 我自己認為特朗普不加得馬 他現在要窮於應付怎樣被人彈劾 他出張招對他得不到好處 所以我認為這些壞消息 大概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 先生說過最壞的情況出現 其實過去幾天都出現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 十年期債息,美國就升穿了一里 似乎反映美國的情況變回正常 會否影響近來跌得那麼厲害的美匯指數 站得穩 甚至乎可能令到股市有機會出現少少調整 因為債息提高 先說一下為何債息會向上 雖然大家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明白 都是升潑日利 但其實大家的整個故事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美國放水 放得很厲害 都不是正在美國 全球很多地方都放水 令到債息去到很低 因為錢太多 所有東西都可以買到很貴 連債券買到很貴 變成它的息很便宜 但這段時間 大圖像 我們之前上一集都說過 美國未來三年都很難加息 為何說不加息 息都會向上升 最主要原因是 經濟可能會開始好 大家對通脹有一個預期 大家可能知道美國 拜登上場 其實他都會承諾做很多刺激的方案 政府要花很多錢 方法要是用來加稅 要是發多債 發多債 就是要用更加高息去吸引人 因為大家都怕他沒有錢還 被迫的息都會高 我覺得這次QE 跟金融海嘯之後的QE 是有少許不同的 因為這次QE 除了用貨幣政策來救市之外 亦都用了一些財政政策 就是透過借錢給政府 政府給失業救濟金 或者去挽救一些企業 如果只是 錢在銀行系統流動 即使流都有人認投 現在這些錢 是透過政府無償給人 派2000元 派2000元 或者派給一些企業 這些錢是會流出社會的 而是政府實際上 背負了一條債的 會出現什麼情況 這些錢下去會花出來 之前只是影響資產價格 我覺得這次多多少少 如果派得多的話 都會影響少少物價 即是施生預期有機會通仗 有少許有通仗 但是 變成出現的情況 其實是 聯儲局和美國政府 都不一定想看到 聯儲局說2023年之前 都不加息 希望低息的環境 一直維持輔助的經濟 但是因為用了財政政策 有多了錢 流出去的市場 令到市場 利率 因為通脹預期 種種因素反而上升 現在上升的 不是聯儲局的息 而是市場的息 變成 聯儲局想保持息 但市場 又預期息會上升 變成 它控制不住 這個反而是對聯儲局的一個挑戰 會否影響 近來又創新高的美股 如果 現在 若實說 名義利率 因為通脹向上 但實際利率 完全不希望 太高 當然 大部份資產 對債息敏感 很明顯 去年 為何經濟那麼差 看下 很多資產都升了那麼多 就是因為印有錢 和利率 開始 跌了 我相信通脹 都會出現 但是 這段時間比較急 我自己的感覺上 因為 你真的看到很多商品 無論是 之前說的 銅 大豆 大豆 中旅油 這些很多商品 價錢 彈得很厲害 對實體經濟 通脹 會帶來一些影響 當然國內上過月 早上過月會說一些通俗 因為是豬價 不過 整體通脹都會向上 不過 其實我覺得 未去到太過惡性 聯儲局最新 他們都有些委員出來說 應該包容通脹到3厘 令市場安撫市場 不要太霸佔通脹 市場息口上升 聯儲局都不加息 會出現這個情況 至於這個情況 市場如何解讀 對價格有什麼影響 我看還要觀察一個時期才可以作結論 所以中長期仍然有加息或其他風險 短期來說 大家也要小心 制裁行動 下星期一會生效 所以股市可能會有比較大的波動 今集時間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對C基金有興趣 記得去我們Facebook 或者Youtube頻道 給個like 或者看我們的影片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